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呢 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主日 你还记得我们教会每月都有一个主题吗 本月是装备月 请注意请注意 不是游戏装备的装备哦 而是出自于以福所书四章十二节 装备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月用神的到装备自己 传承天国的福音 下面是近期主日学课程的学员分享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每周日的主日学课程都是对我们帮助特别的大 特别是在周日的主日聚会崇拜之后 在听过末世的强盗之后 大家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能聚在一起 跟团企的弟兄姐妹和同学们一起 能有讨论分享的这么一个时间 我觉得对我不管是灵命的增长 还是对于同学之间促进的交流都是特别好的 与我们周五查经有所不同的事 陈老师会一字一句非常详细的 且系统性的来帮助我们理解经文 我最大的感受是 神所默许的圣经 它每一个字背后都有极大的意义 在MBT小学堂中 对于姐将年轻人会遇到的挑战和困难 作为每一个主日学的主题 结合圣经剖析解答 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在生活中更好的荣耀主的命 神尖选我是让我自己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我后来真的发现 神尖选我是为了让我把天国的福音传到各地 那当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呢 我有这个热情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 就是有些时候 我遇到有一些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不能够就是准确的去回答 那通过这个课程 我就觉得它非常系统的就是说 让我们的一个有一个就是能从怀疑到相信 这是我第三次回国来念书读班 跟着师母 无论是新约旧约 有系统的一次一次的读 也在师母的提纲气领之下 带领着我们每一本书每一本书的读 然后在预察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不懂 然后经过师母的提点 当我们回去再复习的时候 真的是更能明白神的心意 速度班真的是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自从上了主义学课程 我网游戏的时间明显减少了 自己知道了圣经知识也来越多了 希望屏幕前的你 今天在崇拜结束以后 也去上一门课哦 谢谢大家